购物商场的外劳群 走在新加坡最繁华的乌节路时 脑海中涌现出一个疑问 这就是新加坡吗? 高级购物中心和时尚前卫的奢侈品店 构成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城市天际线 路两旁是一排排的绿树 形成凉爽的树荫大道 时不时可以看到穿着时尚的人们在其中穿梭 然而,这些景象之中似乎隐藏着一些格格不入的元素 许多商场门前,外籍劳工围坐在一起聊天 有人弹着吉他伴奏,唱着家乡的民谣 他们穿着普通衣服 并没有因为身处繁华地段而打扮得花枝招展 每个人看起来都很自在 仿佛并不觉得自己在这个热闹的时尚街区里格格不入 后来我在香港也看到了类似的情景 在中环繁华地段 一大群飞雍聚集在商业大楼下 愉快地聊着生活琐事 我从小看香港电视剧长大 但从未在剧情中见过这样的场景 于是我向香港朋友询问他的看法 他们周末通常有固定的休息时间 雇主会允许他们外出放松 所以在假期时你总会看到这些外籍劳工和同胞朋友聚在一起 习以为常 他怂怂间表示 那他们不担心这会对 我试图问下去 朋友立刻理解了我的意思 刚开始我也觉得 这似乎与这座城市追求现代化的形象有些不符 毕竟这些人来自文化水平较低的国家 他们的外观确实有些不协调 但后来我想一个城市如果能容纳不同背景的人 如果能够体现出人权和包容的精神 那不就更能展现其进步和多元融合的一面吗 偏见与歧视 最近在网络上看到一些争议 有人认为在农历新年期间 高级购物商场内突然涌入了大量外籍劳工 这让商场的品位和层次似乎有所降低 这让我想起了之前的经历 持有这种观点的人 大多受到了太多不切实际的影视剧的影响 他们错误地认为 城市公共场所的享用 应该与个人身份和地位相匹配 才能让这些耗费巨资打造的建筑设施 发挥其应有的价值 从某种角度来看 这种观点似乎并没有错 毕竟金碧辉煌的地标和穿着光鲜亮丽的人们 是偶像剧中最常见的元素 谁都喜欢这种美好的画面 然而 如果没有意识到 这些影视文化是被人为操纵的 如果一味夸大了虚华 而不顾及其中排除了许多现实条件 那么久而久之 人们的头脑就会充斥着不切实际的幻想 说白了 这就是潜意识中的歧视 对于这种偏见 有些人可能会轻视聚集外籍人士的地方 不再去那些地方闲逛 生怕自己会被贴上某种身份的标签 而另一些人可能会采取更为荒谬和羞辱的行为 就像最近台湾网红晚安小鸡 在柬埔寨自导自演的一幕 通过公众对柬埔寨旅游的不良印象 展现了他们毫无同情心的低质行为 一个人或一个城市的价值 从来都不应该取决于周围的环境 也不应该取决于他们身上穿戴的奢华程度 一切都归结于对人性的尊重和包容 就像新加坡和香港的繁华地区一样 即使有大量外籍劳工聚集 也丝毫不会影响这些国际大都市的地位和形象 一个人或一个城市的永恒之美 并不在于虚华的外表 而在于他们能够包容各种文化元素 实现多元融合 如果心中有种族隔阂 那么相比于华人在马来西亚社会的地位 这不是更加令人悲哀的讽刺吗?